前的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说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 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没有改革就谈不上转型升级 没有改革就谈不上转型升级 没有改革就抢不到市场份额 没有改革实体经济 这个国家本钱就丰厚不起来 这个理念如今已经是举国共识 面临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 也在靠研发创新摆脱困值 日前由河南一家钢材企业合力钢车公司研发的 高岩性冷闸带类钢筋盘螺生产技术通过了国家演售 使用这一技术的产品抗震性能比国家标准提高百分之百以上 抗拉强度达到六百兆帕 它就开始进行了工艺和装备 还有产品这么一体化的 把一个低强度的钢筋变成高强度 它这个性能 国内外面还都是处于领先的水平 通过市场调研 合力公司发现高铁项目对特殊的高强度钢筋需求很大 为此他们投资三亿作员 花了三年时间研发了这项新技术 新产品迅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三条高铁线路采购了新产品 仅郑州到徐州高铁线路就一次性下了超过3000吨的顶单 观众朋友您好 您好 今天是2015年4月22号星期三 农历三月初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安阳新闻节目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安阳合力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盘螺技术 通过了专家鉴定 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月21号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为组长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组 对安阳合力创科冶金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 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盘螺生产技术项目 进行评估 经过认真评审 专家组认为 安阳合力公司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盘螺生产 集成技术属国内首创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单线冷闸速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盘螺生产技术 是一项将传统的热闸变为 热闸冷闸加热处理相结合的一项 提高钢筋强度 降低成本的科研技术 由安阳合力创科冶金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近三亿元 经过多年研发而取得的一项新成果 是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支持项目 在研发的过程中 国家发改委 筑建部 工信部等部门 给予了大力支持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该项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筑建局和工信局专门出台文件 支持该项技术产品的市场拓展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 及来自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冶金信息标准研究院 冶金规划研究院 国家建筑钢材质点中心 郑州大学等单位的 9名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 在考察了生产现场 听取了研制单位的研究工作汇报 审查了相关资料 通过质询和认真讨论 评估委员会认为 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 盘罗生产集成技术 属国内首创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单线冷闸速度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而且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所以这也看出来 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民营企业 它能够通过这样一个 不断创新的过程 终于走到一个 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组认为 以安阳合力公司 自主研发的高速无头炸制 炸制与在线热处理 相结合的生产技术 以Q235等普炭钢热炸盘条为原料 可生产出综合性能良好的 抗拉强度达到600兆帕以上的 高炎性冷闸带类钢筋盘罗产品 二 该项技术 集成研发了高速力士上料 主被动杂质 在线热处理 在线质量控制检测 低温吐司集卷技术与装备 生产线具有结构紧凑 布局合理等特点 实现了优质高效 稳定的自动化规模生产 单线年产能达到10万吨以上 三 经国家建筑钢材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产品主要性能指标 符合行业标准 高炎性冷闸带类钢筋的要求 四 高炎性冷闸带类钢筋 盘罗产品在板类构建中应用 比HRB400钢筋节约钢材达10%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符合国家推广高强钢筋的产业政策 市场前景广阔 阿阳合力高炎性冷闸带类钢筋盘罗生产技术 为什么会引起国家及建筑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会被列为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重点知识项目 科技成果通过评估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钢铁行业的现有生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通过几位专家的访谈来回答这个问题 王国栋中国工程院院士压力加工专家 被称为中国高强钢之父 现任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超级钢开发和应用这一国际钢铁强国群雄逐鹿的科研领域 由他领军的中国军团一马当先 骄傲的走在世界前列 怎样让冷闸钢筋生产效率提高 强度提高的同时 延展性更好 一直是年语古稀的王国栋院士的梦想 这次安阳合力高炎性冷闸带类钢筋盘罗生产技术 取得突破 让他原了一场梦 那么这个技术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首先一点市场需要这种产品 过去是用热炸办法生产的 那么这样强度不够 那么现在它把工艺改变了 它就开始进行了工艺和装备 还有产品这么一体化的开放 工艺改变了 把热炸和冷闸结合在一起 还有热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一个低强度的钢筋 变成高强度了 去年我国钢产量达到8.2亿吨 占到世界钢铁产量的50% 钢材消费也达到了7亿吨的水平 其中建筑行业消费量接近五成 带类钢筋产品达到2亿吨左右水平 依靠热炸不但每年要消耗大量的合金资源 而且大量的能耗 对目前中国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全世界的一半 而这种情况下 一个资源我们供用不了 另外一个排放我们也承受不了 那么这项技术就是说 它根据市场的需求 然后怎么想办把我们材料的性能提上去 然后把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企业里都在寻求这个技术 那么它这次就通过这么一个过程 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下来 冷闸带类钢筋生产技术40多年前就引进我国 但是由于是直调的产品供货 生产线生产的速度慢 生产效率低 生产成本高 多年来 这一瓶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他们通过这几年的研发 集成了国内外的先进的冶金加工的生产技术 包括它的连续立石上料 以及它的这个低温的吐司的一些技术 还有它的这个低温的一些挤卷的技术 这些方面的话呢 应该说是在国内呢 它是算是第一家 比起我们传统的这个冷闸带类钢筋呢 它是第一呢 是在产品的这个岩性上 要比这个传统的冷闸带类钢筋的产品的要好 其实呢 由于它是采用这个盘螺的形式来生产 这个速度高 连续性好 这样的话呢 它的生产效率高 达到了一个这个低成本高效的一个生产要求 它比起传统的这个直调生产 和这个一般的低延性的这种冷闸带类钢筋呢 都有了非常这个大的一个进步 高延性冷闸带类钢筋目前广泛应用在 现代建筑的楼板 简历墙 高铁等方面 生产环节的成本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成本 它主要的优势呢 是用在建筑物的板类 楼板呢 无面板贴构建中间 它节省钢筋的效果呢 应该在10%以上 但是价钱呢 又比较便宜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我们推广高厢钢筋的时候呢 能够做到既省钢筋又省钱 所以它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是非常明显的 在采访中 专家们表示 一个小微企业敢于投资3亿多元进行研发这样一个重大课题 并且在短短3年时间就取得了30多项技术专利 其中10多项是发明专利 并把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整合到一条生产线上面 没有一种精神 一种胆略是完不成的 这个冷辣高速的恐怕在国外 它这样冷辣的这么高的速度 它这样的速度和它这个性能 应该说是国内外 它都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 这种钢筋啊 这个传统提高钢筋强度 一种是加合金 一种是通过冷加工 比如冷辣冷拔冷渣冷钮可以提高强度 那么这种它是采用一种新的叫热处理 热处理的方法提高强度 那么过去强度提高以后 岩性比较差 变形性能比较差 地震作用它不是一个力 而是一个强迫位移 那么汶川倒掉好多这个建筑 它的钢筋强度不低 岩性太差 脆 脆断以后结构解体 倒塌 造成伤亡 这种热处理钢筋 它一方面提高强度 它采用热处理的方法提高强度 这个工艺而且比较好 比较成熟 那么它不但提高强度 可以提高到600兆帕 或者更高 都可以有很大的潜力 同时它这个 比冷加工钢筋提高强度以后 这个岩性 变形性能 这个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过去冷加工钢筋 这个生长力 均匀生长力 只有2% 它可以提高到5% 增加1.5倍 比如一个钢筋100米 过去拉到102米就断了 现在拉到105米才断 这个很重要 地震的时候 它就不至于发生钢筋断裂 钢筋不断裂 结构不倒塌 那么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 就能得到保护 所以它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任 有优势 还有一个 它的造价比较低 经济性比较好 过去热闸钢筋 要提高强度 要往里加那种合金元素 像蒙硅 最重要就是我们国家的 凡泰泥 这种稀土元素 那么一吨 那么好多好多钱 这种东西 又用来加到钢铝 提高强度 那个成本太高 我们国家资源有限 尽管我们国家像 潘钢 像成德钢厂 它凡还是有 但是用一点少一点 我们不得不为 我们子生的后代着想 所以这个 它采用热处理的方法 提高强度 严性也能得到改善 这是它的一个很大优势 那么 所以它这个 而且我们国家钢筋 大概分两类 一类是普通钢筋 强度都是在500兆帕以下 很一种云里钢筋 强度都是1000兆帕以上 中间有个空档 600 700 800 900 大概这种 这个过去呢 都是一些冷加工钢筋 冷辣冷拔冷辣冷牛 唐山地震 汶川地震 大家都冷加工钢筋 这个都有一些质疑 那么因为它的严心差 那么采用这种热处理的方法以后 它钢筋提高的强度 比较适度 填补了 从500兆帕到1000以上 那个空档 它的严性 也比原来的冷加工钢筋 从2%提高到5% 那么因此 这个比较合适 所以这种钢筋 应该说在未来混凝土结构当中 拥有比较大的前途 这种钢筋提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